男子被再来医院 看到医护人员出来 忍着疼痛在掺服下 缓缓坐上轮椅 而他身上的伤势 明显遭人攻击 警方互报发生枪击案件 不敢大意组成专案小组 前往现场 一行人先拉起封锁线 接着来回仔细 财政不放过任何细节 当场发现弹头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嘉一市新闽路巷弄内 二十四号下午 赖姓男子受伤送医后 被平面媒体报道 疑似因为牵扯赌博纠纷 遭人开枪 但正在调查案情的警方对外 说明相当保守 受伤男子生命迹象 稳定在家户病房治疗中 至于他身上的伤口怎么来的 是不是真的有中枪 中了几枪 和谁有过节 这也都成了警方 追查重点 而新闻嘉义综合报道